时刻多日灯神再次出战 本次对战选手是游潇文 双方主力抢时 比分已来到7比8了 到了比赛最后的关键时刻 灯神还落后一份 他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再创辉煌呢 游潇文使出他的安迪 其实这个安迪别看他起手比较难 但是一旦起手起来 他伤害就会很高 灯神的游离开场还是像之前那样 非常犀利 可是面对安迪这个生龙拳 游离的艳逸就显得非常的弱了 超杀恐怖猎坛 底下 空龙C的生龙拳 双段生龙拳 灯神上一滴血落地飞翔流星拳 直接打爆灯神 后面看灯神下一个特瑞 全主力的情况下 谁也不服谁 毕竟游潇文也是一等一的高手 只不过他是玩AD模式的 现在远距离发波 灯神特瑞原地闪神躲过波 安迪还是不断的在发波 机器 马力管西 安迪攒影拳 点H 还在迅速拉后 灯神 机会来了 就在等安迪发波了 因为安迪这个波还是有点慢 就因为这个波慢 所以说特瑞就很快的就影跳过去了 影跳过去挡一套 安迪生一滴血了 那现在安迪就直接没了 后面来看游潇文下一个波之后 波之后已经是超S4角色了 在此版本中 被开发的特别厉害 特瑞开始了 下中角大灌篮 先打一套 游潇文的血量 蹭蹭往下掉 这一套不爆气 连就打了 大半管血 可怜登神这个特瑞 伤害是多么恐怖 双段随时低下 轻角大灌篮 扔一下 就这么两套带走了 那来看游潇文最后一个人吧 在游潇文比分领先一分的情况下 为什么气势会这么弱呢 游潇文爆气 很有可能啊 他的利安娜 还是个冲是重 特瑞冲全大过篮 被抢反了 游潇文先叫抢反 但是很快他又找到了一套 而且能量还在 可以释放超杀打币 登神的特瑞基本是完了 一段两段 两段必死 登神仅剩一个板气凉 也就是这个板气凉 才是登神最关键的一个人 双方都是把最关键的放到后面啊 现在 均有一次抢反 板气凉利用前前操作 把利安娜压到角落 哎呀利安娜不敢乱动 乱动就挨打 因为他这个拳脚压得比较密集 节斗压得很紧 点完下盘之后 纠结砍刀手 游潇文能打成这样 已经很非常不容易了 登神两次砍刀手都没有得逞 他们游潇文在寻找一个破绽 哇逆向也被升火 升龙快速接住砍刀手 强反也被废了 利分来到8比8 登神把比分追平了 这样的话 心理上就得到一个放松 继续迎跳过波 原地闪波 还发波 啊 游里 这个下青角接飞翔角也是有破绽的 你距离远一点就会接不上 现在安迪开始浪了 游里肯定不能让他让压下去啊 直接升龙雷狂拳对空怼一下子 大波有气了 有气就是神 升龙接波波接大波 还有一点气 还可以再释放一次必杀 问题不大 大升龙 很完美的三次必杀都打了出去 好 现在继续看小五的 其实论这个实力的话 感觉还是比较倾向于不知火舞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玩好的话 威力堪比暴毒莲啊 虽然他速度没那么快啊 但是他的能力确实强 很多无责任 招式 半边给一发大招 灯神游里结束了 你看灯神特瑞 不用特瑞打头阵 灯神这么回事 其实该用特瑞打头阵的呀 特瑞开始前前操作打压制了 他机会来了 其实两点点一个下班划铲 哎 不知道后再来 特瑞直接给他一发倒一踢 我们原地闪过以后接碎实踢 还想继续使用无责任 现在灯神是有气状态下 游小文的无责任是不好施展的 因为对手一个能量闪生就可以闪过去 哎呀 下动脚两次 能量喷拳后面接个死地坡 哎呀 伤害太高了 现在游小文仅剩一个莲娜 我们来看这个莲娜怎么样 莲娜今天前跳在地后拉影跳 接着宝器特瑞机会 哎 莲娜倒是机会来了 特瑞这个地坡压制 只不该这样压呀 这中国超杀大V基本又没了 一段手刀两段手刀 好了得点一个飞轮 还不点C头 特瑞凹了个超杀 但是飞轮已经放出去了 超杀也没用 好的 第五个会合 其实灯神试图用超杀来反这个飞轮呢 游小文的经验还是比较足的 为了预防灯神超杀反飞轮 他把这个飞轮提前释放了一些 哎 走到半战起飞 枪反先交了 什么情况 那后面就会很悲哲 哎 哎 十五 灯神快速抢地头 天地暴去 没有血了 灯神比分实现了反超 现在9比8 接着继续往下看 仍然是同样的角色 开场游历 战安敌 周天点个波再点个波 连续发波 游历都闪过去了 后面游历还挤满了一管气 哎 远地闪过一个圣龙拳 C头大波 又要连续的释放必杀了吗 圣龙接波接大波 还有一颗管气 大圣龙和上一场一模一样的 连法 也是最高伤的连法吧 把这一管气发挥到极致 接着看游小文小五级出场 哇 一直前前拜年操作 一眼一怼起来 圣龙炫富的飞翔拳 再怼一个下C 没有怼到 但是也不用慌 不用慌 游小文这一套是绝对带不走的 他也没有使用必杀连 空了一下灯神的血 大圣龙上去了 可是没有打满 第二段是还没打到 滑铲接地头还有一滴血 幸好距离不够 如果在版面距离够的话 灯神就没了 现在灯神扔着一滴血 他也不好视展 大圣龙硬凹 硬凹可以的 嗯 一笔小型还是中了个波呀 我们来看第三个回合 灯神特瑞出马 特瑞原地机器 不止后我还是用滑铲飞接超必杀忍风 飞了一下子 两段超必杀忍风 哇 落地飞落地烧 大招到 无法受伸 空中再给一个空头 超高伤了 最后一次竟然都不用再用大招 灯神就挂了 我们接着看灯神最后一个人 板子良 板子良先释放浅浅浅浅浅浅浅 砍刀手砍刀手破一下房 轻角 前前砍刀手 板面打压制 轻角点上 哎呦 飞翔角界砍刀手 再点下 板子良生龙对空 对到角落啊 轻角三点四点飞翔角界一个 波地 天地棒了 全地无回合又来了 其实就怕这样啊 一旦被压住以后就会很乱 这就叫游小文明显乱了 后面看游小文的莲娜 灯神先给一个圣龙对空 砍刀手 点完下盘就是砍刀手 这个习惯要抓一抓 心理游小文 点C头 点大B 板子良啊 他觉得血量还可以再撑一撑 所以就没有交强反 交强反了 再这么打下去就撑不住了 交完强反以后 那只能任人宰割了 就这样 双方就进入到了 最后一场的决战 比分9比9了 先来一个波 安迪这一局好像找回自信了 这对灯神来讲啊 不是好事情 先接飞向流星拳打一趟 青角接C头 灯神半管以下 哎灯神没动 哗 安迪也没动 其实双方都在等对方动啊 Terry继续逆向锅底 千千压制一波 夏青手挠两下 不断的打牙齿啊 青A 继续跳地 来一个波 灯神红雪状态啊 逮到以后可能要大爆发 滑铲滑到了 可是现在灯神的暴击状态已经没了 只能连续怼几个普通必杀这样子 逆向穿人 哎呀 安迪也想反打逆向啊 野心都很大 现在灯神上一滴血他还要来 递波以后居然没有啊 递波以后居然没有接C头 他还想一套套路死对手啊 确实挺能打的 看看灯神的效有力 安迪现在直接暴击 暴击之后接跳地 反弹出去 载引拳超傻恐怕他上了 空中CD载引拳 升龙拳一段两段 飞向刘青拳一套秒了吧应该是 哇一套三十二连之后灯神的有力啊 又要躺不住先裸了个大波 很绝望的一个大波啊 雷黄拳这样过波距离不够呀 一点血 只要再给一个轻功力点他一下 灯神你释放什么招式也没有用 灯神现在仅剩一个板翅梁了 板翅梁能不能以一体散 阿梅士尾一代 板翅梁清拳飞向脚先砍刀手 低头到脚落升龙砍刀手 升龙飞向脚砍刀手 砍刀手砍刀手 点一下 一滴血啊 优小文 灯神满气以后只给升龙拳 拿到板翅梁以后 灯神的自信又回来了 接着看优小文第二个角色 布置火雾 过之后先来一个人 板翅梁飞向脚砍刀手 做出一个防御反击 轻掉点两下 有小文能不能在这一个局就拿下灯神啊 让他见不到猎眼呢 板翅梁先剩了对空 没连上失误了 太紧张了吧 反而中了一发生龙天地帮好拳 飞向脚砍刀手砍刀手 打不思通神的强反就很难搞 灯神不在红血的时候他应该是不会反 虽然这种情况 不着后就要加码劲了 板翅梁又趁此机会挤满了一口气 距离拉得远一点 要预防他机器 打EX模式 你一定要了解他的规则 预防机器预防强反 还是双方还是来到第五个回合了 我们看有小文最后一个角色 暴躁角色 这局优小文啊 哇开场就会破了中段 可是没有连上 接着优小文爆气 这个爆气也挺大胆的 这么近的距离爆气就不怕怼到吗 现在强反还是被怼了出来 领向没打中 只要再被连上一下 灯神就反杀了 先叫强反血量还没优势 优小文前期的优势就没了这样 想把灯神强反打出来 现在就很难 只要防守做好 就没有了 飞枪叫狐狸亚 最后10比9 灯神实现了一个反杀